土耳其總理達烏特奧魯星期六說 伊拉克境內被伊斯蘭國劫持的49名土耳其人士已經獲釋 他說這些人士是在星期六當地時間早上被獲釋 他們目前已經安全返回土耳其 這些包括土耳其外交官、士兵和兒童在內的人士 是在今年6月11日在土耳其駐摩蘇爾總領事館 被伊斯蘭國激進分子綁架的 目前還不清楚土耳其政府如何營救這些人士 以及是否向伊斯蘭國支付了贖金 土耳其是不約成員國,但由於這些人被綁架 所以土耳其一直未加入打擊伊斯蘭國聯盟 達烏特奧魯說土耳其情報機關使用自己的方式 營救了人士,但未有作出具體的講明 除了得多的話,在哪些人裡 必須要組成是否出現的 台下人人士,如果與他更加感受是否 那些人可以把這的話 有空到比較嚴重 則是真的所有人